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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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为什么天下万民都认识以色列这个名呢 因为他们被神拣选 因为他们被神拣选 他们的历史就是神与人类之间的历史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 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守住会幕的民族 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一切都不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会幕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都会完全不一样 而且会幕和今日的你和我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整个会幕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可以这么说我们认识会幕就更加认识耶稣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更认识会幕就更加认识耶稣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耶稣 要期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会幕式的生命 所以你跟拍拍你旁边的人说 你是会幕 你是会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幕 我们每一位都是会幕 叫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 看见神与人同在 叫世人看到我们的生命就看到神与人同在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今天的讲道的第一讲 所以今天我要进入我这个讲道系列的第一讲 我给一个题目就是 会幕神同在 会幕与罩棚 讲题是会幕神同在 会幕与罩棚 这个题目是不是非常浅白 一看就知道讲什么 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浅白 一看其知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看完之后又不知道讲什么 但看了之后好像又不知道要讲什么 就跟我们今天将会读的圣经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是一样的 一读你就很容易明白他讲什么 一读你就很容易明白他说什么 但读完之后你又不知道他讲什么 但读完之后你又不明白他到底说什么 通常我们平时自己读经的时候就会跳过他 通常我们读经的时候自己读经就会跳过去了 但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错过了很多宿灵宝贵的知识 但如果是这样 其实我们错过很多宝贵的属灵知识 今天我们要真真正正的来认识会幕 今天我们要真真正正的来认识会幕 好吗我们先一同来祈祷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帮助我们 拆遣你的圣灵进入整个会场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将一个聪明智慧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 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跟求圣灵在我们听到的时候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 让我们领受 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 让我们能够活出真理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今天讲到第一个大点就是 奇妙宝贵神的愿语 今天的第一大点是奇妙宝贵神的愿语 神的愿语奇妙是宝贵的 神的愿语是奇妙宝贵的 因为神的愿语就是人和神相会的地方 当你进入这个愿语的时候 你和神之间就可以产生一个亲密的关系 有了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就和万民都不一样 就像以色列一样 因为有神的同在 这个小小的国家可以名震天下 就好像以色列一样 就是因为他们与神有关系 所以他们的关系就跟其他的国家完全不一样 甚至这个小小的国家被亡国之后 他都可以复国 甚至这么小的国家在亡国之后都可以复国 世上有哪个国家可以亡国了2000年之后 重新的站立起来呢 世上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亡国之后 2000年之后又站立起来呢 并且你要看 因为神应许过以色列要站立在地球表面直到永远 而且神应许以色列要站立在地球表面直到永远 1948年以色列一日之间复国 1948年以色列一日之间复国 神的应许就临到 并且这个国家会一直站立直到耶稣再回来 一个这样的这么大的祝福 这么大的能力 你想不想要啊 原来这个祝福这个能力的秘诀 就是在会莫里面 但这个会莫这个愿语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对待呢 那对于这样的会莫与愿语 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呢 神的愿语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神的愿语与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第一大点的第一个小点 第一大点的第一个小点 神的愿语你我摆上 神的愿语你我摆上 我们一起来看春黑及记的三十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初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六节 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 从二十岁以外有六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按圣所的凭 每人出银半赦客纳就是一比加 是不是这段圣经你读完之后就知道他说什么 但又不明白他说什么呢 其实这一次的圣经是神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 其实这处经节是神对所有以色列人说 因为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神要摩西数点百姓的人数 因为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 神要摩西来数点所有以色列的人数 结果二十岁以上就是有能力的成年人 结果二十岁以上有能力的成年人 总共有六十几万 总共有六十几万 然后神就说每一个人都要摆上他的一份 所以神说每一个人都要摆上他那一份 每一个人都要出半赤客纳的银子 每一个人都要出半赤客纳的银子 神清楚吩咐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出 神清楚吩咐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要出 出来做什么呢 其实这些摆上就是用来建造会幕 其实这样的摆上是为了要建造会幕 会幕是神的设计 会幕是神的设计 神要将会幕摆在以色列人当中 神要将会幕摆在以色列人当中 好叫人和神可以相会 但原来这个会幕是每一个人都要摆上的 但实际上这个会幕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摆上的 神的设计其实这个整个会幕最外围就是一个愿语 在这个会幕最外围就是神的愿语 这个愿语就是由这些的曼子 由这些的围幕所组成的 而这个愿语就是由帷幕与曼子所组成的 这个愿语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这个愿语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以色列人进入这个愿语里面向神献祭 以色列人进入神的愿语向神献祭 在这个地方与神互动 神一都降临在这个愿语里面对以色列人说话 神也降临在这个愿语当中向以色列人说话 甚至他们献祭的火都是从天而降在他们当中 甚至当他们献祭的火都是从天而降来到他们当中 这一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这一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 没错 这个愿语是属于神的 没错 这个愿语是属于神的 但原来这个愿语也是属于每一个爱神的百姓 但是这个愿语也同样属于每一个爱神的百姓 是人人都有份人人一起建造 这个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家 这就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家 其实对今天而言这个愿语除了代表耶稣 其实对今天来讲这个愿语除了代表耶稣 也都代表教会 也都代表你和我 也都代表你和我 因为教会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 因为教会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教会就像愿语一样当我们进入这个愿语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向神献上我们的祭 教会就好像是愿语一样 当我们进入教会就向神献上祭 而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愿语 而耶稣自己就是这个愿语 因为耶稣就是将神的同在带到世间的那一位 但是耶稣也都告诉我们 祂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耶稣记忆到的身体 但是耶稣也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教会的头 而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 所以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愿语 所以原来我们每一位都是这个愿语 其实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不是这座建筑物 教会并非是一栋建筑物 其实教会就是你和我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和我都是这个愿语 因为我们都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原来会幕里面充满了耶稣的样式在里面 同样今天我们最合在一起成为一间教会 我们也都要让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耶稣 教会要活出耶稣的样式 教会要活出耶稣的样式 所以你和我都要活出耶稣的样式 这个就是会幕的生命 而会幕的生命是我们一起参与一起摆上 而会幕的生命就是我们一起参与一起摆上 所以我们今天要再近距离一点来看这个愿语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更详细关于这个愿语 第二个小点就是神的愿语一个入口 第二小点神的愿语一个入口 我们看春黑级记的二十七章九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耶稣记二十七章九至十五节 你要作帐幕的原子 原子的蓝面要用聂的细麻作位子 长一百就 位子的柱子要二十根 带卖的同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勾子和干子都要用银子座 北面也当有位子 长一百就 位子的柱子二十根 带卖的同座二十个 柱子上的勾子和干子都要用银子座 远子的西面当有位子 阔五十爪 位子的柱子十根 带卖的座十个 远子的东面要阔五十爪 门这边的位子要五十爪 位子的柱子三根 带卖的座三个 门那边的位子也要五十爪 位子的柱子三根 带卖的座三个 好 这里讲到你要做这个带卖的园子 这边说要做带卖的园子 这个园子是要长一百爪 这个园子要长一百爪 然后有柱二十根 而且有柱子二十根 在下面有铜的座 在下面有铜座 这个柱就在铜座上面 这个柱就在铜座上头 原来围墨所建成的园语 南和北都是相等的 原来惠墨造成这样的园语 南北是相等的 好 我们来看幅图先 我们来看一幅图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张图 下面这个入口是东面 下面这个入口是东面 所以这边是南边 这边是北边 所以左边是南面 右边是北面 所以南边和北边 就是长的那条边 所以南北是长的边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两个最长的边 的长度是一百爪 圣经上说 这南北两面 最长的边是一百爪 一百爪就是十乘十 一百就是十乘十 十是代表完美 十是代表完美 十乘十就是完美的完美 十乘十就代表完美的完美 神的愿语是完美又完美的 神的愿语是完美又完美的 而南北两边各有二十 而南北两边各有二十根柱子 二十就是十加十 二十就是十加十 所以又是完美加上完美 所以又是完美加上完美 原来神的圣殿是完美加上完美的 二十这个数字 二十这个数字又代表圣殿 二十这个数字又代表圣殿 所以也都代表我们所在的这个圣殿 神的同在是完美加上完美的 神的愿语何等的美好 神的愿语何等的美好 神的教会何等的美丽 神的教会何等的美丽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信心知取 以及用信心汉言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知取来看见的 然后二十根的这些柱 就插在二十个带卯的铜座上面 而二十根柱子要插在二十个带卯的铜座上 当它这样插下去的时候 当它们这样插上去的时候 你就发现整个圍幕是离地的 你就发现整个会幕其实是离地的 只有那些铜座是碰到地的 只有铜座是放在地上的 其实整个愿语就是这样 树在这些铜脚上面拔地而起 其实这个愿语就是树在这个铜座上面 来离地而起的 这个代表的就是会幕是属天的 这就代表会幕是属天的 但它却可以行走在地上 但同时它也可以行走在地上 原来我们的主我们这个愿语 它是在世但是不属世 原来我们的主我们的愿语 它们是属世在世但是却不属世的 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写照 这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写照 也应该是你和我的生命的特质 也应该是你我生命的一个特质 这个更加是以色列人要活出的生命 这更加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活出的生命 如果你对新约圣经熟悉的话 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 你就知道在启示录里面 如何描写我们的主耶稣 你就知道在启示录当中是如何描写主耶稣的 那位脚像光明铜的主 那位脚像光明铜的主 所以同样会幕是有这些铜脚在里的 所以同样会幕也有这样的铜脚 我们的主是在世而不属世的 我们的主是在世而又不属世的 我们的主就是神的帐篷在人间 我们的主就是神的帐篷在人间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的生命都是在世而不属世 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我的生命是在世又不属世的 其实同所代表的就是审判 其实同所代表的就是审判 会幕站在世上也都要审判世界 会幕站在世上同时也要审判世界 所以这个会幕是一个超越世界的会幕 并且带领着世界 所以这个会幕是超越世界的会幕 但是同时又带领着世界 但是今天你和我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应该是超越世界带领世界前进的 弟兄姊妹今日你我身为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是超越世界但是又带领世界的 我们的生命是在世但是不属世的 我们的生命是在世但是不属世界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信心就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一无懼怕 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就是一无懼怕 并且我们要与我们的基督一同作王 况且我们又与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从今天开始作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自卑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不应该自卑 我们要认识我们属天的身份 我们要认识我们属天的身份 我们就是那个行走在地上的会幕 我们就是那行走在地上的会幕 但是我们是属天不跟世界来走 但是我们是属天的不跟着世界走的 然后这一段圣经又告诉我们 在柱子上面有钩有钩 在柱子上面有钩子和钩子 这些钩和钩就是用来连结和支撑整个愿语的 这个钩子和钩子是用来连结和支撑愿语的 但是神吩咐这一切的钩和钩都要用银来做 但是神吩咐这一切钩子和钩子都要用银来做 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 因为银所代表的是赎罪 因为银所代表的就是赎罪 在旧约里面有赎罪银的观念 所以原来神的愿语里面 神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赎罪来连结和支撑的 原来在神的愿语还有这个会幕里面 都是用赎罪银来支撑的 所以在愿语里面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彼此赎罪 我们要彼此赎罪 我们要彼此饶恕 彼此接纳 在饶恕和接纳当中彼此的连结合一 昨天我们发生了一件事 也是蛮有趣的 因为过完祝庞节之后我们同工都会放假的 这是全年服侍里面我们同工最能够休息的日子 就是全年服侍当中我们同工最能够休息的日子 也都让这个祝庞节变得很不一样 也因为如此让祝庞节变得更不一样 但可能我们休息得太开心了 但可能我们休息得太开心了 我昨天就收到个电话 我昨天就收到一通电话 电话就问他 王牧师 就电话说 王牧师 你们这个礼拜六日有没有聚会吗 你们这个礼拜六日有没有聚会吗 当然有 我说当然有 请问你是哪位 请问是哪位 我是南岛管理处 我这边是南岛管理处 我做什么 我有事吗 我有点紧张 我有点紧张 因为你们没有告诉我们你们需要加开冷气 是这样的 因为你们没有告诉我们 你们这个星期周末要加开冷气的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都不是正常的办公时间 所以我们是需要颜外加开冷气的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并非日常的正常办公时间 所以要另外加开冷气 你没有通知我们加开冷气 但是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要加开冷气 所以我问你有没有聚会 所以我就来打电话给你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聚会 我刚才就立刻告诉你 有啊有啊有啊 多谢你打来 有有有 谢谢你打电话给我 所以我突然间又觉得很感恩 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 管理处有这么好的服务 所以其实我非常地感恩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管理处 还有这么贴心的服务 所以当你们离家会时见到我们的管理员 去跟他们打招呼 祝福一下他们 所以当你们进入楼下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管理员打个招呼 祝福他们 他们真的很好 他们真的好好 然后我就在我们的童工群组里面说 哎呀我们忘记了加开冷气啊 之后我就在我们童工群组里面说 哎呀我们忘记告诉他们要加开冷气了 然后我就跟师母聊 然后我就跟师母聊 我就说啊你猜我们的童工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说师母啊你猜猜我们的童工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的童工性格很多都很不一样的 我们的童工性格每一位都不同 我们就猜 我们就猜 如果这个事是发生在某人身上 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某人身上 如果他负责他忘记了 他负责这件事但他忘记了 有些童工就会很自责 有些童工就会很自责 那你就说哎呀糟了糟了 我真的做得不好啊 就想哎呀完了完了我真的做得不好 有些童工会自责完之后 他就会加倍努力地做多一些 希望可以补偿 有些童工自责完之后 就会加倍努力希望他能够补偿 也有些会惊惊一些 哎呀其实不关我事的 有些人看到了可能就会很害怕 说哎呀其实跟我无关哦 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不同 其实每个人的第一反应都不同 那我们很开心就有一个童工 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让我们很开心的 我们有个童工 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他就哎呀忘记了哦 哎呦忘了 放假放得太开心了 放假放得太开心忘了 其实这个答案是我们最想要的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答案是我们最想要的 因为他够健康 因为他的心态够健康 他不惧怕 他不惧怕 其实这个就是会幕里面那个样式 其实这就是会幕里面的样式 用赎罪银彼此来连结 用赎罪银彼此来连结 我们把这件事放到群组里面 不是想找出谁的错 我们把这件事情分享到群组里面 不是想找出谁的错 谁都会错的了 每个人都会犯错啊 不记得就不记得了 不记得就是不记得了嘛 最感恩的就是 神竟然这样包底 管理处打给我们哦 最感恩就是神包底 让管理处亲自来联络我们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一个家 当其中一个人做漏事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彼此一起承担 彼此一起面对 当我们团队当中有人做漏了 或做错事了 我们是整个团队一起来承担 彼此接纳 彼此接纳就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错就错了 漏就漏了 那漏了这件事就漏了这件事 但我告诉你 当我们好像一个宿罪人 彼此支撑彼此承担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像赎罪人一样 彼此接纳承担的时候 彼此合一的时候 彼此合一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愿语一样 就好像这个愿语一样 神一定在我们当中 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祂就会为我们包底 祂就会为我们包底 甚至错都变成对 甚至错的都可以变成对的 神自己会修正 甚至连咒了都会变成祝福 甚至连咒诅都会变成祝福 就好像我们这个冷气漏水一样 本来不是一件好事 但这件事发生了之后 他们同时帮我们更换了好多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进来就想更换 但是冷气公司说不用了 结果因为一漏水的时候 全部都更新了 如果反而因为一漏水更新就顺便全部更新了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个就是愿语在我们当中 这个就是愿语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愿语里面 在这个愿语当中 东西两边也是对称的 东西两边也是对称的 东西两边各场五十爪 东西两边各场五十爪 为什么是五十呢 五十是代表圣灵的数字 五十是代表圣灵的数字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教会就诞生了 所以神的愿语要充满圣灵在当中 所以神的愿语要充满圣灵在当中 照样我们的教会都要满有圣灵 照样我们的教会也满有圣灵 让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其实整个愿语也是借着圣灵所建立的 西面有十根柱 西面有十根柱子 西面就在后面 所以你今天去到以色列的时候 所以你今天来到 如果去以色列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西墙祷告呢 因为圣所和至圣所是比较接近西边的 所以西面的墙是最接近圣所的地方 西面有十根柱 西面有十根柱 但东面不一样 因为东面有道门 但东面有一扇门 是整个愿语里面唯一的门 是整个愿语当中唯一的门 门的两边都有三条柱 门的两边各有三根柱 三是属神的数字 三是属神的数字 所以这个是神的门 所以这是神的门 是唯一的通道 唯一让人可以进入愿语里面 如果我们清楚圣经的话 如果我们清楚圣经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祂说我就是门 祂说我就是门 所以我们后面那道门都写着 我是羊的门 所以后面我们的门上面就写着 我是羊的门 有些人就问 为什么要在门上面写着 I am the door 有些人就问 为什么要在门上面写 I am the door 就怕你不知道门是门 因为你活着就是基督 所以基督的样式就是你的样式 基督是唯一的门 基督是唯一的门 我们也要起来成为羊的门 叫人透过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同在 第一次会 这个就是教会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教会 教会要叫世人进入神的同在当中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使命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就是一个活的门 叫人进入神的同在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就是要成为一道活的门 让世人看到我们神的同在 这个就是会幕的生命 会幕的生命就是要使人得生 会幕的生命就要使人得生 让每一个经过我们面前的人 都会进入神的同在 让每一个经过我们的人的面前 都进入神的同在当中 第三个小点 神的愿与你我对齐 第三小点 神的愿与你我对齐 我们看《文数记》的第二章一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明数记》第二章一至二节 耶和华晓语摩西亚伦说 以色列人要觉归自己的独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维 安营 这段圣经所说的时候 就是会幕的喜好的时候 就是会幕建好的时候 当神的愿与立定的时候 当神的愿与立定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要归自己的独下 在自己本族的旗号下面来安居 以色列人就要归自己的独下 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安居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对着会幕的四维安营 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对着会幕的四维安营 我们打出一幅图 我们来看这张图 原来以色列人当他们围着神的愿与而居的时候 当他们按住自己的独系来居住的时候 从高空望下去就成为一个巨型的十字架 从高空往下看你就看到一个巨型的十字架 会幕就在中心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向着会幕而居 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起居生活都是围绕着会幕的 以会幕以神的同在为中心 以会幕神的同在为中心 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们的同工 我们都很喜欢围着会幕而居 大家知道吗? 我们的同工其实都很喜欢围绕着会幕而居 所以其实我们后面如果我们拉开这个帘子 你就会看到巴拉卡的家和姚迪家的家 如果你转着面向后面看 如果你看着后面的话 你往山上看 你就会看到我和师母的家 你就会看到我和师母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们就是这样围着会幕而居 我们就是这样围绕着会幕而居 这是我们最开心最喜欢的事 其实神的会幕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 其实以神为会幕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就是让神居住在我们当中 而我们都围绕着神的同在 住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是不分开的 我们的信仰与生活是不分开的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基督徒的生命 并不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 星期天就祷告 星期天就敬虔 只有星期天才祷告 星期天才敬虔 星期一至五我们就博杀 我们就追随世界 星期一到五我们就追随世界 这个不是一个会幕的人生 这个就不是一个会幕的人生 当以色列人这样居住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这样居住的时候 会幕不是只有星期六日才出现的 会幕也不是只有星期六日才出现的 是你每一天一离开你的帐篷 一抹大眼就看到会幕 所以你每一天离开你的帐篷 一打开眼睛你就看到这个会幕 你知道吗 会幕上面的烟是永远都在 你知道吗 会幕上面的烟是一直都会在的 檀上的火永不湿灭 檀上的火是永不熄灭的 金灯台的灯光永远世世代代代经营 金灯台的光永远世世代代代都点燃着 我有一次去以色列 有一次去了以色列 有一个拉比跟我说 有一位拉比告诉我 以色列人一路一路有一个传说 他说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一个传说 就是他们祭坛上面的烟 就是在祭坛上面的烟 是一路直直直直直地向上天上面 就是一路这样一直往天上的 你当然会说一向都是这样的 你说说可能一直都是这样的 但重点是什么 那重点是什么 无论多大风都吹不散这个烟 无论多大的风都没有办法吹散那个烟 就算是吹强风的时候烟都直直地向上天 拉比说 所以他们很想重建第三圣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想重建第三圣殿 他们都很想看这个神迹 为什么这个烟是暈的风都吹不散的 他们好想看到这个神迹 为什么这个烟连风都吹不散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一睁眼一起身一出来的时候 就见到会莫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一睁眼一起身 一离开帐篷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会莫 圣殿的生命就是对准神的生命 原来跟从神对准神我们就蒙福 原来跟从神对准神我们的人生就蒙福 你看到这个安营的状态 你看到这个安营的状态 所有帐篷的门口都是向着会莫 所有帐篷的门口都是向着会莫 即是说他们的背脊是向外面的 所以他们的背是向外面的 在旷野里面 随时会有敌人 随时都会有敌人 随时会有猛兽 随时会有猛兽 最笨的人才会将背脊对着敌人 但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但是以色列人确实如此 因为他们不惧怕世界 因为他们不惧怕受敌 他们不惧怕仇敌 他们单单的对准神仰望神 他们单单对准神仰望神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在旷野的生活当中 从来没有猛兽接近过以色列 从来没有猛兽接近过以色列人 因为神的能力 神的荣耀就在他们中间 从来没有仇敌可以胜过以色列 从来没有仇敌可以胜过以色列 除非他们犯罪离开神 甚至巴兰在山上要奏在以色列 甚至巴兰上面要奏在以色列 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 所有的咒诅都变成了祝福 这个就是会幕的威力 这个就是会幕的威力 当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咒诅要变成祝福 神是我们的保护 这个就是会幕的人生 这个就是会幕的人生 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呢 今天你的信仰里面 有没有活出这个会幕的生命呢 神的愿语就是我们的家 神的愿语就是我们的家 是你和我一起摆上一起建造的 是你和我一同摆上一同建造的 这个也是我们生命 要活出的那个目标 这也是我们生活要活出的目标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 都以会幕为中心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 都以会幕为中心 在我们当中彼此之间 要有赎罪银的生命 彼此担当彼此支持彼此饶恕 彼此担当彼此支持彼此饶恕 同心合一 更重要的这个愿语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更重要的这愿语是要做什么呢 神经说我们要以赞美进入他的门 以清謝进入他的远 在圣经上说我们要赞美进入他的门 以称献进入他的愿 愿语是以色列人向神献祭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教会里面 要充满敬拜 充满赞美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愿语里面 要充满敬拜与赞美 因为敬拜赞美感恩 就是今天我们向神的献祭 因为敬拜赞美感恩 就是我们今天向神献的祭 今天我们不用再拖着牛羊来 今天我们是带着自己成为活祭 而是带着我们自己成为活祭 将我们的感恩 将我们的赞美 在这个地方献上 将我们的感恩与赞美 在这个地方向神献上 你要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 你要知道神的愿语是属天却又在地的 当你能够明白神的愿语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当你能够明白神的愿语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仰望神的同在 我们就可以仰望神的同在 当我们见到神的愿语坐落在光明的同脚之上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的愿语就坐落在神光明同之脚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大地在神的掌管之下 我们就明白大地就在神的掌管之下 我们只管对着神 我们只管对着神 我们就不再活在恐惧的当中 世上一切的敌人一切的猛兽不能胜过我们 所以如果一切的愿语在我们当中 我们还需要担心政治的前景吗 我们还需要担心经济的前景吗 一切都不需要担心 一切都不需要担心 因为神在我们当中 祂才是我们的盼望 政治不是我们的神 政治不是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的主 不是我们的主 经济不是我们的神 经济也不是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的主 也不是我们的主 神的愿语高过这一切 神的愿语高过这一切 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 神在人的国度中掌权 人的历史不在人的手中 人的历史并不在人的手中 所以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以会幕为中心的生活 勝过世界 而且是得胜有余 愿你用信心领受这一种生命 第一次会 这个就是神的帷幕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神的会幕 这个就是神的愿语 这一段的圣经 就给我们有这么多 丰富的属灵的体见 这段圣经 就让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看见 但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 但我们却不要停留在这里 我们就要进入去愿语的里面 让我们领受更多明白更多 让我们能够领受更多明白更多 第二个大点 第二大点 帷幕、罩棚全是基督 帷幕、罩棚全是基督 原来整个帷幕、罩棚 就是代表基督 原来整个帷幕、罩棚 代表的全是基督 帷幕所讲的就是那个愿语 帷幕所讲的就是这个愿语 而这个罩棚 其实它就是整个圣所和至圣所的顶 而这个罩棚就是圣所与至圣所的顶 就是这个罩棚将整个圣所和至圣所包起来 就是这个罩棚把圣所与至圣所包起来 但当我们细心地看的时候 但当我们留心去看 我们就发现原来整个罩棚就是反映出基督的荣美 原来整个罩棚就反映出基督的荣美 我们越认识这个罩棚 我们就越明白我们的主 我们越认识这个罩棚 我们就能够越明白我们的主 我们更加能够知道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就更能够明白主与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点 我们来看第一小点 三色细麻 三色细麻 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蔡埃及记》的二十六章一到六节 我们先来读《蔡埃及记》二十六章一至六节 你要用十幅曼子作帐幕 这些曼子要用裂的细麻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线制造 并用巧帐的手工瘦上基路白 每幅曼子要长二十八爪 阔四爪 曼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这五幅曼子要幅幅相连 那五幅曼子也要幅幅相连 再者相连的曼子没幅边上 要作蓝色的纽扣 再那相连的曼子未幅边上 也要这照样作 要再者相连的曼子上作五十个纽扣 再那相连的曼子上也作五十个纽扣 都要两两相对 又要作五十个金钩 用钩使曼子相连 这才成了一个帐幕 是不是很琐碎呢 但你知道吗 每一个细节 每一样微小的东西 合起来就成为奇妙的事情 就像你跟我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微小的 看上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但当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帐幕就在我们当中 每一个都重要 每一个都一个也不能少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来看这个帐幕所说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帐幕要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帐幕的顶上面的第一层 这个帐幕上顶的第一层 正正就是覆盖着整个圣所和自圣所的这一层 正正是覆盖着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一层 在这一层的顶盖上面 要用三色线和麻来制造 这一层的顶幕要用三色线和麻来制造 三色线加麻就是四样东西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有四福音书 你有发现吗 我们有四福音书 四福音书就是用四个不同的方向 来让我们认识耶稣 四福音书就是用四个不同的方向来让我们认识耶稣 同样这个圣所至圣所的顶盖的第一层 是用四个物料来继出来的 同样圣所和至圣所的这个第一层的顶 就是用这个四个物质来制造的 我这边有幅图 我们先看这边这一幅 我们来看左边 它尽量还原的 不过我觉得到时应该真正的绘幕都未必是这样的 它已经尽量去还原 但我认为真实的绘幕未必是这样的 应该是比这个领更多 我相信应该比这幅图更漂亮 其实这个是基督派 不过我们不是很看得出 所以变成一个花纹 好像变成一种花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三色细码 第一个是蓝色 第一个细码是蓝色 蓝色是属天的颜色 蓝色是属天的颜色 所以我们少少将一个名牌的名字都是用蓝色来写 所以我们小组长的名牌上面的名字是用蓝色 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属天的 我们的主耶稣是属天的 同样我们归入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都是属天的 同样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属天的 我们有属天的身份 属天的恩赐 属天的恩赐 就更加应该要有属天的眼光 就更加要有属天的眼光 除了蓝色之外 跟着就是紫色 除了蓝色之外 接下来是紫色 紫色是君王的颜色 紫色是君王的颜色 古代只有君王可以用紫色 古代只有君王才能用紫色 神是我们的王 神是我们的王 耶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耶稣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但大家姊妹你知道吗 你是命定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各位 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你是命定要与耶稣基督作王的那一位 所以信徒皆君王 所以信徒家君王 我们是万有之首 因为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 因为我们的主是万有之首 而我们要与祂一起作王 所以我们要与祂一起作王 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有这个属灵的动见 当你有这个属灵动见的时候 你就不自卑不惧怕 你要知道你是世上的君王 你要知道你是世上的君王 你有属灵的权柄 可以胜过一切的恶者 可以胜过一切的恶者 跟着就是珠红色 再来就是珠红色 珠红色其实是除罪之血的颜色 珠红色是除罪之血的颜色 是熟罪遮盖罪的 是熟罪遮盖罪的 我们的主耶稣熟去我们的罪遮盖我们的罪 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熟罪遮盖我们的罪 我们也都要起来遮盖别人的罪 耶稣最大的生命特质是什么 耶稣最大的生命特质是什么 世人的罪世人的错由他来承担 世人的罪与错由他来承担 所以我们也都要这样去彼此 来承担别人的罪别人的错 我们用一个最小的例子 我们用一个最小的例子 街上有人丢垃圾 街上有人丢垃圾 但是我们起来熟罪 我们起来承担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起来赎罪承担的时候 他丢的垃圾我来收 他丢的垃圾我来收 他弄脏的地方我清洁了他 他弄脏的地方我来清洁 我要说香港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方 我要说香港就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干净的城市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教会里面我们更加应该这样彼此承担 教会里面我们更加应该要如此承担 小组里面我们更加应该这样彼此承担 就像刚才我们所举的小小的例子一样 就好像我们刚刚所举的小例子一样 当我和师母见到我们的同工 很有安全感去回应 当师母和我见到我们的同工 如此有安全感的回应 我们所有的团队一起去承担 这个是最美好不过 这个就是再美好不过了 第四是麻布 麻布是最平凡的 最平易近人的 最能够亲近人的 在前面我们的耶稣 祂是属天的 祂是属天的 祂是君王 但是祂又是平易近人的那一位 我们都是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有平易近人的生命 我们也是有平易近人的生命 我们要有那种的亲和力 我们有这样的亲和力 虽然它是这么有亲和力 虽然它这么有亲和力 但是在这幅布上面 收着基禄帕 基禄帕是服侍神同在的天使 基禄帕是服侍神同在的天使 是满有能力的 一个基禄帕 圣索的顶上有这幅布曼来覆盖着 上面收着基禄帕 上面就收着基禄帕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在神的愿语之上有神的同在 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在神的愿语之上有神的同在 在教会之上有神的同在 在教会之上有神的同在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面见这位 满有能力的神 但我们来到教会 就是来面见这位满有能力的神 每幅的曼子要长二十八爪 每幅曼子要长二十八爪 官四爪 为什么要定二十八呢 因为二十八这个数字代表旧约 整个旧约里面有二十八位作者 更加特别的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有二十八次提到负罪羔羊 还有哈利路亚这个字 在圣经里面出现二十八次 而哈利路亚这个字呢 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二十八次 赞美主 赞美神的羔羊 赞美主 赞美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就是这一个的二十八来代表 神的羔羊就是用二十八这个数字代表 四是代表全部 而四呢代表全部 所以全部的人都要来认识 代罪的羔羊 所以全部的人都要来认识这代罪的羔羊 但它也是能力的羔羊 但是它也是能力的羔羊 而且四呢恰巧指的是第四界 第四界就是当守安息日为圣日 全部人都要守安息日 这是人当尽的本分 所以第一节目我都鼓励你疫情已经过去 所以弟兄姊妹我都鼓励你疫情已经过去 我们要回到神的怨羽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的怨羽里头 守安息日 守安息日 领受能力 领受圣灵 领受能力 领受圣灵 那么一个曼子有十幅 而这样的曼子呢有十幅 十是完美的数字 十是完美的数字 然后五幅五幅相连成为一幅 然后五幅五幅相连成为一幅 五就代表祝福 五代表祝福 所以五五相连 所以五五相连 就是放在上面 放在上连 就是祝福加上祝福 就是祝福加上祝福 然后用五十的扣 将它相连成为一幅 之后呢再用五十个钩呢 扣呢让它成为一幅 五十是代表圣灵 所以是圣灵的祝福 加上祝福 所以是圣灵的祝福加上祝福 然后这两大幅呢 就再用这个金勾 将它勾在一起 之后这两大幅呢 再用金勾把它连在一起 就是这幅图 就是右边这张图 然后将它覆盖 在整个圣所和至圣所之上 而这个顶目呢 就放在圣所和至圣所的上头 金代表神的荣耀 金是代表神的荣耀 所以神的荣耀使祝福加上祝福 所以这使神的荣耀祝福加上祝福 这个就是第一层的顶幕 但这个辉煌的顶幕呢 只有祭司才可以看得见 但这辉煌的顶幕 只有祭司才能看见 因为要进入到圣所至圣所 你才看到这个天花板 因为你必须要进入圣所至圣所 才能看到这个天花板 而只有福士神的祭司 可以进入圣所 也只有福士神的祭司 才能够进入圣所 相对应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相对应到今天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今天我们是新约年代 信徒皆祭司 其实今天我们新约的年代 是信徒加祭司 从前神简选 只有利未人可以成为祭司 过去神拣选只有利未人 才能做祭司 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 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人人都可以起来福士神 我们人人都能起来福士神 在611 特别我们说 人人大小组 人人入小组 在611 我们特别说 人人入小组 人人带小组 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福士 每个人都可以起来福士 担当祭司的职责 担当祭司的职责 但原来当我们愿意福士 当我们这样进入祭司的职责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福士 愿意担当祭司的职责的时候 我们就有幸可以看见这个属天的荣耀 我们就有份可以看见这属天的荣耀 看见属天的能力 但只会原来当我们这样 起来福士神的时候 弟兄姊妹 原来当我们起来服侍神的时候 神应许我们 我们必看见神的荣耀能力 与我们同在 神应许我们并看见神的能力 与荣耀与我们同在 所以不是靠你我的才能 而是耶稣成为我们的顶盖 而是耶稣成为我们的顶盖 祂的荣耀与能力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起来成为君尊的祭司 让我们可以成为军队的祭司 很感恩 上个礼拜祝彭节 恰巧就是我们按摩小组长的时候 上个礼拜祝彭节正巧是我们 案例小组长的时候 当我们进入这个会幕信息的时候 我们回头一看 原来我们真的走在神的心意和祝福里面 我们抬头一看 原来我们真的走在神的祝福与心意里面 这些小组长 是我们呈献给神的果子 是我们呈献给神的果子 他们甘心乐意起来服侍神 他们甘心乐意起来服侍神 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能力 就在他们当中 这个就是罩彭第一层的意义 这个就是罩彭第一层的意义 我们再看罩彭的第二层 我们再来看罩彭的第二层 山羊毛 山羊毛 《春亚及记》二十六章七到十三节 《春亚及记》二十六章七至十三节 你要用山羊毛 积十幅十一幅万子 作为帐幕以上的罩彭 每幅万子要长三十就 阔四就 十一幅万子都要一样的尺寸 要把五幅万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万子连成一幅 这第六幅万子 要在罩彭的前面摘上去 再这双连的万子抹幅边上 要做五十个扭扣 再那双连的万子抹幅边上 也要做五十个扭扣 又要做五十个同勾 勾在扭扣中 使罩彭连成一个 罩彭的万子所如那随下来的 这双连的半幅万子 要谁在障磨的后头 罩彭的万子所如长的 这边一爪那边一爪 要谁在障磨的两旁 遮蓋障磨 所以读经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所以读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因为你越读就要口齿伶俐 因为越读你的口齿就越伶俐 第二层的罩彭是什么呢 第二层的罩彭是什么呢 是用山羊毛来织成的 为什么要用山羊毛呢 山羊其实是每年 宿罪日的时候必定有的 山羊是每年宿罪日必定有的 如果你还记得Baraka的讲道 在宿罪日的时候要有两只山羊 在赎罪日的时候要有两只山羊 一只献在坛上 代替我们的罪 一只要放在旷野里面 放在旷野里面那一只 就代表我们的罪永不被纪念 就代表我们的罪永不被纪念 因为没有人会把它找回来 你知会我们的耶稣 就是我们的代罪羊 它使我们的罪永远被忘记 它使我们的罪永不被沉回 它使我们的罪永远不会被找回来 但如果你心水清的话 如果但是你够清楚的话 我们出这幅图先 我们来看这张图 你发现有十一幅的曼子 你看到有十一幅的曼子 不仅是十一幅 而且它跟上一层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跟上一层的设计是不太一样的 上一层的大小是28x4 对不起 这一层的大小是28x4 这一层的设计是28x4 上一个是28x4 这一个是30x4 上一层的大小是28x4 这一层却是39x4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希伯来文每一个文字 都有一个相应的数值 原来在希伯来文每一个文字 都有相对应的数字 而继生的血 这个数值刚好就是30 寄生的血这个数值刚好就是30 所以是30x4 耶稣是全世界的赎罪羊 代表耶稣是全世界的赎罪羊 更加奇妙的是什么呢 第一层的罩顶是有十幅的曼子连成的 第一层的罩顶由十幅曼子所连成 每五幅就连成一幅 每五幅连成一幅 然后两幅再相连 但现在我们看第二层呢 但如果我们先来看第二层 这个顶罩它是十一幅 这个罩顶却是有十一幅曼子 然后五幅相连 然后那边六幅相连 由十一层曼子组成 左边是五幅相连 右边是六幅相连 所以刚才我们姐妹读经的时候 她都有个脱口不是十 为什么变成十一的呢 所以刚刚紫备在念的时候 都有点不确定 本来不是十吗 怎么现在变十一了呢 每次都是十的嘛 为什么会突然凸出一个一出来呢 每次不是都是十吗 为什么这边迸出一个十一来呢 而且是五幅六幅 而且是五幅六幅 这样并不对称 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 十一代表混乱 十一代表混乱 神的电混乱 这个混乱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混乱代表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做错的事情 所带来的代价 十一代表混乱和代价 十一代表混乱和代价 其实就是责任 是人要承担的责任 是人要承担的责任 是因为我们犯罪 所以带来了混乱 因为我们犯罪 所以才带来混乱 但一切的责任和代价 却落在代罪羊的身上 但一切的责任和代价 却落在了代罪羊的身上 耶稣就是我们完美的代罪羊 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混乱和责任 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混乱和责任 我们再看这幅图 五代表祝福 五代表祝福 六是人的数字 六是人的数字 所以人可以得的祝福 是从耶稣而来 所以人可以得的祝福 是从耶稣而来 更特别的是什么呢 更特别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张图就解释 即是第十一幅 要反折上去的那个事 我们就看到 这边是代表 第十一幅要折上去的意思 只有这一幅要折上去 特别提到要折上去 特别看到是要特别折上去的 折上去的就是第六幅 即是六幅合成的这一个 而这折上去的正是六幅合成的这一边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六是人的数字 六是人的数字 是人的代表 所以耶稣被称为人子 所以耶稣被称为人子 这一幅要折上去 人子要被举起 代表人子要被举起 当人子一被举起的时候 当人子一被举起的时候 当第十一幅一折起的时候 当第十一幅折起的时候 它又变成五五 它又变成五五 所以原来当耶稣被举起的时候 我们就蒙福又蒙福 所以当耶稣人子被举起的时候 我们就要蒙福又蒙福 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 救恩就临到万邦 整个的会幕都是被这个顶盖遮盖 整个的会幕都要被这样的顶盖遮盖 原来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可以与神相会 原来就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 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会 原来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 所以整个的会幕里面充满的都是恩典和恩典 原来就是因为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 所以会幕里面充满的都是恩典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教会都要让恩典充满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要用恩典来充满 我们要用恩典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以恩典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用赎罪的眼光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用赎罪的眼光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这个是神的家 这个就是神的家 家里面不是讲对错的地方 家里面不是讲对错的地方 家里面是讲爱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你的错我们一同承担 你的错我们一同承担 你的罪我们一同面对 你的罪我们一起面对 让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神的荣耀降临在我们当中 这个就是第二层的意义 这个就是第二层的意义 第三层 公羊皮 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四节的前半 我们一起来读 又要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 第三层是用公羊皮来做的 而且一定要将它染红 图已经出来了 我们已经看到图 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出的保血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保血 所以一定要将它染红 所以一定要将它染红 代表在整个圆宇整个圣殿里面 都是覆盖在耶稣基督的保血之下 代表整个圆宇圣殿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保血覆盖之下 人一切的罪都被耶稣所遮盖 人一切的罪都被耶稣所遮盖 这个遮盖一产生的时候 神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当中与人相会 这个遮盖一产生的时候 神就可以来到人的当中与人相会 这个就是会莫的宝贵 这个就是会莫的宝贵之处 刚刚讲的是山羊毛 现在是公羊皮 为什么两次都是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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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层都是羊呢? 因为我们的主不单是熟罪日的代罪羊 因为我们的主不单是熟罪日的代罪羊 祂亦都是愉悦节的羔羊 祂同时也是愉悦节的羔羊 所以这一层要染红的公羊皮来做 所以这一层要用染红的公羊皮来做 就是要让我们永远记住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抹开 祂的宝血为我们流出 祂成为我们的遮盖 祂成为我们的遮盖 耶稣就是我们的罩棚 在这个罩棚之下 人与神可以相会 因为我们支取耶稣基督赦罪的王恩 最后第四层海狗皮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六章十四节后半 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 这是最后一层 也是最顶的一层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刚才前面的三层 你在会幕外面都看不到的 因为它一层一层一层叠上去 到最后你只能看到最外面的那一层 最外面的那一层是用海狗皮做的 没有任何的花鞘 没有任何的花鞘 黑色一片果 就是一片黑色的皮 可能你也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 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 祂所创造这个大自然美轮美焕 惊叹到不得了 祂所创造的大自然美轮美快令人惊叹 但祂住的地方 但祂住的地方 你来远看就是一个黑色的盒仔 你远远看的就是一个黑色的皮 什么也都看不见 黑漫漫的一片 一点都不漂亮 为什么呢 神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 这所代表的 就是耶稣基督极其谦卑不起眼 这代表了耶稣基督极其谦卑不起眼 但这位基督却是为我们挡风挡雨的神 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预言 救主尼赛亚 救主尼赛亚 祂没有佳形美貌叫人欣赏 甚至耶稣是降生在马槽里面 甚至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 祂是那个毫不起眼的木匠 祂是那个毫不起眼的木匠 纵然这个罩棚你在外面看什么都没有 黑懷懷的一片 黑眜门的一片 但当你进入它的个里面 里面是贴满黄金 在这里面却贴满了黄金 天花板上面见到基督卑三色线 所织成的所有东西 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祂外表平凡谦卑 但里面满有生命 满有神的荣耀 满有能力 弟兄姊妹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活出的生命 我们要活在谦卑的里面 但我们的谦卑里面 要显出神的能力和荣耀 让人进入我们的里面 看到我们的里面 活出了神的荣耀与特质出来 但我们却像主耶稣一样 不喧闹不扬声 谦谦和和 却又带着胜过世界的能力 弟兄姊妹 这就是神告诉我们 会莫与罩棚的生命 但愿我们每个人 都用信心来领受 我非常感恩 神从这个节期开始 我非常感恩 神透过这个节期的开始 就一路对我们说话 到这个会莫的主题 一直来到这个会莫的主题 圣灵向我们启示 其实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神要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与神对齐 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叫我们的生命与神对齐 神要我们的人生对齐神的节期 神要我们的人生生命来对准神的节期 神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每一天的生命与会莫对齐 神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与会莫对齐 就是要带下神的同在 祂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属天的样式 祂要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属天的样式 会莫的样式 今天我们的教会 就是地上的会莫 就是地上的会莫 世人要在我们当中与神相会 我们一举一动 我们的义举一动 都要有身身的样式 都有身身的样式 要活出罩棚与围莫的特质 都有这个新鲜的样式 回出会莫的样式与特质 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也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要一起摆上 我们要一起摆上 对齐耶稣 对齐耶稣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让人看见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第一节目 这是神向我们发出的邀请 弟兄姊妹 这是神向我们发出的邀请 你愿意摆上吗 你愿意摆上吗 你愿意努力对付自己 你愿意努力对付自己吗 活出属天的样式吗 活出属天的样式吗 好 我们同意了 那我们一起一同起立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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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不离开 你的爱一直都在 你的手不离开 你的爱一直都在 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你的爱你的手一直都拖大着我们 你的手一直都拖住我们 多谢你一直着自盘子去跟我们讲 你要与我们同住 你要与我们同住 神我多谢赞美你 更加在今天的信息里头 你透过阿迪诺牧师去提醒我们 神你的会幕就在我们当中 你的会幕的的确确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思想 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我邀请弟兄姊妹 我邀请弟兄姊妹闭上眼 我们在神的里面再一次思想 我们在神的里头再次思想 神的会幕的的确确是我们的中间 神的会幕的的确确在我们中间 但我们是不是过着一个 以神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呢 但我们是否过着以神会幕为中心的生活呢 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会不会仍然为着我们的工作 我们是否仍然为着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朋友 我们所爱的 或者我们一些活动 或者我们自己的活动 我们都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去转转转转转 我们是不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团团转呢 彷彿去忘记了神就在我们的中间 彷彿却忘记了神就在我们中间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这些事情很实际 这些事情是实际的 但我们知道 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我们的神是的的确确在我们中间的神 我们的神是的的确确在我们中间的神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去思想 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去对准我们的神 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对准我们的神 让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让神来成为我们的中心 让我们能够去对准这个会幕 去同层对齐 让我们能够对准这个会幕 与神对齐 我们对着这个世界 对着很多烦恼的事情的时候 对着很多烦恼的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很费心力 让我们耗费心力 让我们觉得很劳累 让我们觉得很劳累 很烦恼 好烦恼 好像有很多很多事情去忙 好像有很多很多事要忙 但我们今天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上一次的对准神 再次对准神 对准神的同责 对准神的同责 对准会幕 对准会幕 让神为我们去解决一切 让神来为我们解决一切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不是靠我们的努力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非势力 非势力 非才能 非才能 而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 方能成事 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来对准你 我们等节目一起开口 让我们一起同性的合认神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开口 向我们的神祷告 从神说 跟神说 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我们营营营营 牢牢牢牢牢了好久了 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对准你的同在 对准你的同在 对准你的会望 对准你的会幕 让我从今天开始 从今日开始 做一个能够以神 你为我生命中心的人 做一个能够以神 为我生命中心的人 我们一起开声祷告 对准你 神我更加多谢你 神我们更加感谢你 在今天的信息里面 在今天的信息里头 你让我们去认识 帐幕里面的 围幕和帐篷 你让我们认识 帐幕里面的 围幕与帐篷 可能你一讲到 围幕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到 金灯台 可能你会想到 金灯台 金香炉 金香炉 陈子饼 还有陈色饼 这些都是非常突出 很养牙的东西 这些都是 很显眼的东西 但今天 阿丁罗牧师 都说围幕与帐篷 但今天 阿丁罗牧师 讲了围幕与帐篷 仿佛是被人忽略的 好像是被人忽略的 没有什么人会说的 不太有人说的 里面讲了 很多的结构 里面讲了很多的结构 这些钩子 钩子 钉子 钉子等等 好像很微小 但每一样东西都非常重要 每一个灵点 每一个钉 每一个钩都非常重要 每一个钩子 针子都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 这个惠幕不能够见识 这个惠幕无法见诚 我听到神 跟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说 我听到神 对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说 孩子你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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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神所拣选 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神所创作的 是神所创作的 仿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仿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能你都觉得自己是微小的 可能你都觉得自己是微小的 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在教会 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觉得有我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也都不少 在教会 在社会里面 你可能觉得 多我一个不多 少我一个不少 我不在这里 都有其他人能够补偿 就算我不在这里 都有人其他人能补偿 但我却听到神 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 你是独特的 你是独特的 你是宝贵的 你是宝贵的 你是神所创作宝贵的 你是神所创作宝贵的 在教会里面 在会博里面 是不可以缺少的 在教会里 会目里 你是不可缺少的 不要看清自己 不要看清自己 我听到神话 我听神说 孩子 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 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神看你为宝贵 神看你为宝贵 你就是宝贵 你就是宝贵 除去心里面一切那个的 觉得自己很微小 很不配的 除去心里面 认为自己很微小 很不配的 活出神给你的样式 让神可以大大使用你 让神能够大大使用你 让我们愿意 将我们的微小摆上的时候 神说我就能够大大使用你 正如在这个围墨 和帐篷里面 每一根针子一样 就好像这个帷幕与罩棚里面 每一个钩子竿子一样 每一样都是重要 每一样都很重要 你是重要 你是重要的 不要看清自己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在你的恩典 在你的简讯 在你的简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位 组成这个愿语 来造成这座愿语 主求你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主求你的圣灵将在我们当中 主你转化过你的生命 主你来转化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带下你的同在在人间 让我们能够带下你的同在在人间 主你使用我们 主你使用我们 你医治我们 你医治我们 除去我们一切的自卑 除去我们一切的自卑 让我们不再控诉自己 因为你是我们的遮盖 因为你是我们的遮盖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在你的里面 要领受这一份的自由 要领受这一份自由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举手来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求圣灵将会幕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求圣灵将会幕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每一位 成为行走的会幕 成为行走的会幕 天天与神相会 天天与神相会 神的保护 神的保护 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 都要大大的临到你 神要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神要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 庆福在你的怀中 好叫世人见到 好叫世人见到 知道又真又活的神 知道又真又活的神 果然在我们当中 果然就在我们当中 主求你大大的祝福我们 主求你大大祝福我们 使用我们 每一个甘心乐意服侍你的人 每一位甘心乐意服侍你的人 都要见到你的荣耀能力 都要见到你的荣耀与能力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给我们的耶稣 你和旁边的对音师父说 你就是神的会幕 跟你身旁的弟兄姐妹说 你就是神的会幕 我们今天崇拜就到这里 远柱大大的祝福大家 我们今天崇拜到此 祝愿祝大大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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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祝大大祝福大家